这一次的iPhone15它是采用钛金属的 所以会让整个机身的重量更轻了 还有就是呢它会全面的改成Type-C的接头 也就是USB-C的充电方式 所以如果你是旧的iPhone想要换新机的民众 要注意哦你以前的充电线是不能用的 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一次呢 已经会是全面的采用动态导的互动模式了 另外呢这一次iPhone15里头所采用的晶片 是台积电的A17 Pro 3奈米制程的晶片 会让整体的CPU的速率处理的速率呢 再提升10% 另外效能还有能源的效率 还有游戏的体验也会在更往上的提升 那么颜色方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哦 在iPhone15方面呢有推出粉红色的这个新的颜色 那么有一些网红已经开箱这个粉红色的手机了 说这个看起来雾面的蛮有质感 很少女很梦幻 所以有可能会催出一些人想要换手机的心情 但是整体说起来呢 很多人是认为这个实质上面没有太大的升级 所以还有些网友就秀称了 这一次的亮点是不是就是这个iPhone15的定价售价 是没有涨价了呢 和去年的同款内存的机型相比的话呢 售价是一样的 所以有很多人戏称说会不会没有涨价 那才是最大的亮点